哈喽各位书迷朋友们 这里是吃饭 洗澡 睡觉都忘不了小说的 书宠 老河 拿好手机 跟着老河一起来盘一盘吧 上期视频中 我们讲了凡人修仙传八大骑冲榜的后四位 本期视频咱们接着讲剩下的四位 第四位 千木龙鹰 千木龙鹰是产于蛮荒六大死地之一 抛贴沼泽的上古骑冲 千木龙鹰头顶上有两个巨大的银幕 由千只小木组成 长相大概就是苍蝇的进化版 千木龙鹰身上带有 因此擅长一封盾 能够操控妖风 能够破解一切的幻术盾数 第三位 太虚鹰 太虚鹰是一种非常喜欢群聚的奇虫 经常是数万只聚集在一起 而且这数万只没有一只体色质一样的 太虚鹰喜欢聚集幻化 色彩变幻间如日月星辰 旁人见到了就会感觉自己在浑游太虚之境 陷入幻境 被吞治了也浑然不知 第二位 踏雪七色稀 踏雪七色稀的六足颜色 雪白最叫做踏雪 七色则是因为它的背后有七种颜色 踏雪七色稀行动的时候 如同白光划过 积载流动 踏雪七色稀的防御攻击能力都很强 天生五行不清 刀剑难伤 身体周围白米被凝凝之印实体化的彩雾笼罩 彩雾会制造万千星魔幻境 进入的人十字无声 第一位 寒意金蝉 寒意金蝉是天地所生的奇宠 通体灿金 气息在神木之上 喜欢使用乐化与神木之夜 虽然行动很痴缓 但是具有自意传送顺移能力 寒意金蝉的双意通透 平日里很少张开 但是一扇动 百里之内空间粉碎 方圆万里 万物冰封 好了 以上就是 凡人修仙传八大骑冲绑的全部内容了 下期咱们讲龙祖八大悲情人物 小伙伴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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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